L1摩边机压力校正 首先将右侧橡胶头取下 然后将数值加到3.60 按TEST键进入校正状态 进入校正状态时 机器会风鸣器发出滴滴响 停止键会闪烁 我们可通过加减号调整压力大小 之前指示灯在中档压力 按一下STOP键将中档压力保存 然后将指示灯选择到高档压力 再按一下STOP键将高档压力保存 然后再将指示灯按到 低档压力再按STOP键将低档压力保存 这三档压力分别可以用加减号进行调整 当全部完成之后 关掉电源 重新打开机器 将橡胶头安放上去 更新打开机器